说跌幅3.5%的政策 那么目前已经确定会持续到10月24号 连线给记者黄玉芬 好多的画面带你来看看 现在在行政院这边召开最新的消息是 这个限制3.5%的跌幅 确定延长一周 也就是说将延到10月24号 不过其实在礼拜五下午的时候 传出有搜索三大清控的情形 礼拜一会不会影响到台股的情况呢 这个金款会这边大家要说明 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情形 所以在这种情况 我们国际的一些评价的机构 对我们的金融机构的体制 都评价相当好 那这个事件是一个个别的事件 那希望我们投资人能够 好这一分这边再给我们看到的是 金管会的主委陈述 那么在刚才已经正式的做出了宣布 由于现在呢 整个市场上的利封因素 所以台股的跌幅线 所为3.5%的政策呢 会持续在下个星期继续的来实施 那么会最少实施到10月 24号当然也有待 在明天台北股市的反应如何 我们持续都会带你来关注